《財資大道》 林潔營 何文潔 好了,繼續回來《財資大道》 剛才預告了,會請這位嘉賓跟我們聊聊 他一定有看播,昨晚 請這位嘉賓就是酒吧業協會主席 陳順明,Hello Hello,大家好 陳主席,你好 早安 早安 昨晚有沒有看到 一定有 睡了幾個小時 睡了幾個小時 未來有時間要熬睡 因為12月18日都是世界杯決賽咒 今晚9時有英格蘭對伊朗 大家形容一邊看球 一邊可以在酒吧喝酒、聊天 其實很多人都是這樣安排的活動 整體來說,世界杯熱潮 對於業界方面的刺激作用有多大? 坦白說,世界杯真是很靠近世界杯 其實最近來說 當然在酒吧之前這兩年半 其實艱難也很困難 突然之間政府說放寬營業時間 由以前凌晨兩點鐘要關門的 現在放寬到我們沒有限制 可以做到六點或凌晨五點 其實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金牢 突然之間政府這樣幫助我們 令到我們有一個曙光 但是在疫情期間這兩年半 人們已經習慣了 很多時習慣了 身體比較早 早就已經吃飯 早去休息 所以就算要開回 給我們的營業時間 充分到凌晨 早期我們都有點擔心 因為身體始終環境變了 但是因為適逢 幸運 真的有個世界杯 突然之間 突然之間殺過來了 還要是 剛剛就是政府放寬那一期 時間之後的過幾星期 所以變相來說 就令到全城就好像有個氣氛 再次就是 我們叫做 復活我們整個走飯行業 那個凌晨的時間 再加上就是 就是有禁策 又有女法局 禁策 又剛剛在政府放寬的時間 那裏 又在推廣我們這個 叫做 美酒加入活動 還要把美酒加入活動 帶進去酒吧 他今年很特別的 就是推動 就是二百多間酒吧 就是可以 市民去他那裏 拿些免費的Q房 就去酒吧那裏 就享用他們那個 叫做主題雞味酒 加上這個 這個Wine and Die的帶同之下 其實變相11月就很精彩了 搶不搶到票 Wine and Die 好像很難 搶不到都仍然可以去 業界那裏 品嘗一些新的菜式 搶不到票不要緊 因為我們的酒吧都定了 都會有一個優惠價 給一些拿不到票的市民去喝 因為始終票是少量 未必是有人都拿到 有個招牌有個貼紙 就可以進去 是呀 沒錯 沒錯沒錯 其實未來就會推動得更多 因為其實我們都將 今次世界杯這個主題 包括現在我們看到 業界都過百間的酒吧 其實我們都放了起 因為這件盛事 甚至乎我們出了一個 酒吧地圖的apps 這個就是我們協會的apps 是 這個apps就會把所有 有世界杯直播的酒吧 的營業時間 地址 電話 都更新 有機座 爬上去apps上面 方便 真的喜歡去看世界杯的人 想找酒吧 有個方便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上屆世界杯 真的有些酒客投訴 就是說 哇 我們走到腳都瘋 都不知哪間有得轉播 我現在去到第三間 才找到 是有世界杯直播 之前那兩間 原來沒有的 原來不是你們全部酒吧都有播 坦白說 其實 就不是的 因為 世界杯直播 這個費用 都挺貴的 對酒吧來說 都是一個商業決定 所以 暫時 我想 坦白說 可能是 三分一 的酒吧 甚至四分一的酒吧 是 先有這個世界杯直播 去給大眾市民看 所以為什麼我們 要做一個 酒吧地圖的apps 讓他們去方便找呢 就是這個原因 你估計那個定位 和那個生意額 會在這個 世界杯期間 可以增加多少呢 或者情況是怎樣 很老實 有世界杯大眾之下 整件事不同了 之前沒有世界杯 我們在十月份 酒吧業的生意 就是 平均 不要說個別突出 或者個別特別差 平均 一般酒吧來說 都是 約莫是七成的生意 就是只能夠回復 疫情前的七成生意 當然 那時候大家都在叫救命 為什麼 因為 就算讓你開班 做到凌晨2點 你都最多做到七成 一般來說 七成的生意額 都是 都是 我們做生意來說 叫做打個和 是的 但是一般的老闆 當然想賺錢 是不是 誰想打和 打和就是輸 就是輸了 打和就是輸了 是不是 輸了心機時間 所以 自從 政府放寬了營業時間 再加上世界杯 和女法局 相關齊下 一起推動整個業界氣氛 變相 我們看到 預期 應該 11月 剛剛放寬了 也要繼續看下去 但是預計 應該會 起碼多三成的生意的增長 估計應該 有機會 真的做回疫情前 那百分百的生意額 政府都算從善如流 記得和前生 前主席訪問了 多次就說 晚上兩點鐘 關門這個措施 現在多次 世界杯前 放鬆 放鬆之後 那個反應 是不是真的 不要說 只是世界杯 平一 對業界來說 是大喜順 坦白說 平日都有很大的幫助 其實一般來說 我們酒吧 大部份 最旺的日子 都是在假期前吃 星期五、六 我們最旺 通常星期五、六 都會爆場 但是 閒日我們比較差 閒日 通常一至四 都只有約莫 五成客 有些聰明一點 就七成客 但是 一般來說 客路都不會說 好像星期五、六 那麼黃 這次有四十杯 泰銅之下 真的 真的 因為始終有些球 可能在說 有些可能是九點 有些十二點 特別受歡迎 好像今晚九點 英格蘭 香港都很多 擁擠 其實有沒有說 哪些賽事 可能予計會比較受歡迎 都是那些星級球 即是國家 你剛才說的 都是那幾隊 我想到四強 那些人就不用說 一定是酒吧爆場 甚至乎 決賽 有些酒吧 甚至乎已經被公司包場 因為現在多了很多公司包場 可能你臨近 智日 再加上現在的氣氛 很久沒見過客人 真的要包場 請客戶 還有你近十月十八日 其實真的近聖誕那段時間 提早聖誕八點 開始旺場 很久沒見公司包場 因為以往疫情期間 真的少了公司包場 現在開始多了 現在目前 持排酒吧的數目 是怎樣 較早時候可能經營 就不是那麼好的情況 也有些酒吧 即是結業 你自己預期的情況 現在是否 你怎樣形容現在的前景 坦白說 之前兩年半 一定有部分酒吧頂不住 這個無可厚非 頭頭尾尾 很有趣的 通常有人結業 轉過頭又有人開回 我們這個行業很有趣 尤其是有人結業不做 他有很便宜的頂手費 就問其他人做不做 其他年輕人又有接班 我想又不用裝修 有時候都可以 勇者 即是可能你 他有自己的客路 可能覺得 或是他貪便宜 通常你自己開一間 可能要二百萬起步 你頂手可能六十萬 或者現在我聽說 三十萬都頂到一間 那些人就覺得是一個商機 所以很多年輕人會試一下 但anyway 所以我們看回 頭頭尾尾兩年半 又收拾又開 又收拾又開 到現在 現在酒吧的保持數目 都有一千二百多間 同對兩年半前 一千三百間 其實數目少了 我想都不及一百間 不是差很遠 不是少太多 但譬如業主方面 那個取態 尤其是酒吧裏面 除了人工之外 其實登樓火立 租金都佔一個比重 你自己看回 業主的態度是怎樣 過去這兩年半 其實有些業主 大份業主都好 大份業主都會減少少 即是他又不會完全 無動於衷 其實他們很多都會減少 有些可能減一成 有些可能減兩成 當然這次疫情 其實也很感謝政府 因為全球政府 過去發了很多期的抗疫基金 給我們 也有些支援 如果不是這麼多期抗疫基金 我想酒吧真是很嚴重 起碼不見一半 所以我覺得政府 其實都看到是 他都支持的 因為你去到今天 你想想 疫情仍然在這裏 政府都去到寧可 放鬆了營業時間給你 是吧 不走回頭路 所以我見到 酒吧現在 是慢慢走出那個 我們叫做深谷 甚至乎 加上你說 又世界杯 又女法局這些因素 我看到就是 前景是 反而是這麼多行業 裡面來講 跑出 即是算幾好 即是算幾感恩 人才流失方面的情況 早前也很坦白 兩年半內 真的流失了很多人才 我想我們業界 不見了一半的 真的長工了 因為那段時間 要賺錢的人很多都轉了行 即是等不到你 你經常都要關門 所以 今時今日 很坦白 現在我們是很靠生血的 因為我們剩下的長工 即是只剩下一半 所以現在這行 酒吧這行 我都很 最update 告訴大家 現在酒吧這行真是不錯的 大家可以儘管考慮入行 原因為甚麼呢 原因是因為 這兩年半疫情 我們那個 人工加了很多 加了差不多三成 以前做一個樓面 只有13000至14000 現在一個樓面 起碼17000至18000 一個Bartender 如果有經驗那些 去到2萬 所以大家可以考慮入行業 一邊看球一邊找工作 今早很早 麻煩 就不如打開 請問其他人 不要擔任 對